大家好,我是13M 那我今天要告訴你,到底需不需要防倒球 防倒球這些東西呢,其實要歸列於你自己騎的車子 還有你騎車的方式 來評論說你到底需不需要防倒球 首先,我先講講我自己的車子好了 我有小車Z125 再來這台大車 Street Triple R,這是街車 還有一台忍300,是我用來跑賽道的 你可以看到,我Z125呢,我裝了引擎保桿 它整個很大的護桿,邊邊也有防倒球,非常的寬 就像我上次摔車的時候,你會看到我的影片 它完全的保護車子、車體 一點損傷都沒有 可是你卻不會看到我把那樣子的引擎保桿裝在這台車 或是裝在忍300上面 而這台車呢,我是裝了防倒球 原廠的防倒球 還有我的K-Sider,也就是引擎護蓋 結果反而是忍300那台跑賽道 我看到車子 你看我整個13人企劃 都沒有提到說要裝防倒球 那怎麼會這樣呢 不是說上賽道 風險可能會比較高 比較容易摔車 在練車的時候比較容易摔車 是不是應該要裝一點保護裝置比較好 那這就要回歸於 到底什麼是防倒球 防倒球呢 英文是Franc slider Franc slider顧名思義 就是說它是保護車架的滑塊 所以這是當初它原始的用意 不像大家想說 防倒球好像是來保護你車殼 那為什麼會保護車架呢 因為其實在國外 如果你車子摔車 傷到車架的話 保險公司基本上會直接報廢你的車子 因為第一個你傷到車架的話 表示你的損傷應該很嚴重 其他部分應該也爛掉了啦 再來就是你換車架 其他部分 需要工時跟你的零件啊 這些費用加價 可能已經超過保險公司 會評估 你家的車子的價值 所以就會直接報廢 這就是為什麼很多人怕轉倒之後會傷到車架 就去選擇Franc slider 至少說 可能有點保障這樣 不會說車子馬上一摔就報廢 到現在其實很多Franc slider 他們做的可能比較長 比較突出 就是可以保護你的車殼 就不只是你的車架 而且你看啊 其實冷300那時候 美國原廠在賣的時候 他們有些配件 也有出 防倒球 可是很有趣 你仔細去卡一些 關於冷300原廠防倒球的一些文章 會發現 有些災情 怎麼說 有些人裝了原廠的防倒球 那部分他們發現 在塞車的時候 壓到車殼 有扭曲到 就反而讓車殼破碎 那這些 這個時候很多人都很不開心啊 說我買的防倒球 就是要保護自己車子 怎麼還會讓車殼破碎 那這就回到我剛開始講的 因為Friendside的其實本意是 保護你的車架嘛 並不是保護你的車殼 不過另外一個更有趣一點是 其實像冷300這樣的車種啊 並列雙槓的車子 本身因為他的引擎空間 本身他的引擎體積就小 然後夠窄 那他在塞車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是先裝你的手把 或是撞到 你的腳踏 或是其他部位 反而比較不容易碰到你的引擎的零件部分 那另外一個比較奇怪的意思呢 就是越野車啊 你看越野車其實 幾乎沒有人在裝防倒球 就是越野車在摔車的時候 都是先撞到手把 那加上越野車比較輕嘛 所以可能撞到手把 那頂多手把歪掉 然後把他架起來 就可以繼續騎這樣子 反而像四缸車這種寬大車種呢 可能防倒球在 實際用意比較大 他可以保護你的車架 好那話說回來 可能300沒有裝防倒球 其實還有很大的原因是因為 因為一般你車子在高速行駛的時候 如果你不幸轉倒 low side出去 那如果像跑車或仿賽 跟車殼在地上滑行的時候 你有一個防倒球比較突出的物件 有可能會因為地面上的凹凸不平 或是有其他可能有骷髏或是 撞到其他邊邊的草地或是土 造成翻車 那這個 一翻車之後 損傷就很大 那上次我那台忍300就是摔爛 其實主要原因是因為他是勾到那個手把 所以如果今天 因為防倒球害你的車子 等我一下 所以如果因為今天防倒球害你的 親愛的仿賽或跑車 因為這樣勾到 而翻車的話 那真的是得不償失 那這也不代表說你跑車仿賽就不適合防倒球 就像我剛剛講的 要看你騎車的環境 好那如果你今天 極樣騎仿賽或跑車 可是你主要是在市區通勤 那很少去跑山的話 也不會在山上這樣子熱血 相對的你可能會因為山路上 然後造成高速上轉倒的機率就小 那那個情況下如果你是害怕 你是害怕說在通勤的時候 因為低速被轉倒然後衝到的話 那也許你裝了防倒球 那這部分 就對你有很大的幫助 也有可能也許你平常停車 你射速沒有給他放好 不小心倒車 那至少有一個防倒球的話 他就不會上你的車殼 但因為畢竟平常買仿賽或買跑車的人 通常都是想要享受 高速駕駛的快感嘛 所以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的話 就是不建議使用防倒球 反而大家多數的使用的是引擎護蓋 那引擎護蓋的好處就是 自然你在磨車殼的時候 你不會磨到你的引擎 旁邊 然後直接磨破或漏機油 因為通常仿賽摔車 最常發生的就是 引擎外殼受損 然後可能他也會漏機油 那就不能騎回家 那對於這車來講呢 我自己想法是這樣子 像這台車 因為他本身 是完全零件裸露的 所以如果今天在轉檔的時候 我要勾到東西的話 其實還蠻多東西可以勾到 那邊只有這個小的車殼啊 方向燈啊什麼的 所以街車比較不會像是仿賽 可能因為一個防倒球就一個突出物 然後變成可能翻車的元凶 那街車來講的話 真的勾到的時候 你很難說你是防倒球 還是其他部位去勾到 那再來就剩我剛剛講的嘛 因為騎街車很多時候 大家可能通勤 或者是休閒RVG多 那你覺得你比較不會在高速轉倒的情況下 想要裝個防倒球 主要就是保護 可能像你平常停車的時候 不小心轉倒 那就還蠻方便的 很好用 可是當然你如果有一個太突出的防倒球的話 你還是有風險就是會勾到東西嘛 那我覺得最重要的原因其實還是怕勾到車子嘛 所以你太突出的防倒球呢 其實還是不妥當 好啦那回到Z25 他會裝引擎保桿 其實就是因為 他第一個本身跑不快嘛 那或是你再去卡丁賽道 他本身速度也不快 我覺得就算轉倒的話 勾到翻車的風險 我自己覺得蠻低的啦 那這也是為什麼 你看到很多玩特技的人 他們的車子一定 裝的那個護桿 裝這麼大 那他們也不用擔心 那像那樣的車子 摔得可兇了 所以他總不可能說 一摔車整個 車子受損就不能練習吧 好啦那簡單總結一下 到底你是不是適合防倒球呢 就像我剛剛說的 這其實要看你自己的騎車環境 跟你騎車的狀態 那如果你今天是通勤的人 那我覺得防倒球其實還蠻幫助蠻大的 那如果你今天是 騎車比較快 在山洞上喜歡熱血的話 那也許不要買太長的防倒球 或是不要撞防倒球 直接換引擎護蓋 那如果你今天是RV的情況呢 那就看你自己騎 如果是接車的話 可以像我一樣 我裝了原廠的防倒球 然後加上引擎護蓋 那 我之前忘了講 我裝這個原廠的防倒球 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 他是兩個支點 那他也是長型的 也就是說他今天其實 真的不信轉倒的話 我覺得他滑行 我覺得他會比單顆的防倒球來 容易的滑行 那我主要是想讓他滑 我不想讓他 就是catch anything 就不想讓他就是勾到任何東西 所以我才覺得這原廠的防倒球 其實是可以用的 好啦 那今天影片講到這邊 如果你覺得有幫助的話呢 請幫我按個讚 那喜歡的話呢 也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